6.8吋螢幕導播機 這個是Wi-Fi SIM卡我們有賣 這個我們有賣 你可以跟我們買 我們幫你優化好 如果沒有自己賣 就自己優化 再來接到這裡 這裡就是RJ45網路線 電源線進去 電源線進去之後再透過這裡 這個HUB可以接webcam 還有可以接導播機 導播機直接接進去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接導播機接進去之後 就可以送訊號到我們的手機裡面 那手機這邊呢我們來看一下它 手機來看一下它 聚合 好 這裡就會出現聚合 一二三聚合 三個聚合在這邊 跑得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看到 跑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漂亮的不要不要的 跑出漂亮的訊號之後 由於我們今天沒有外接的需求 因為就一個鏡頭就夠了 所以我們沒有外接 那麼這樣就直播出去 1080的超高效果 1080的超高效果 就在這邊出現 各位看一下 我們輸出的通訊地址是RTMP這個地方 然後是一個全球通伺服器 然後可以打20個平台 一直打20個平台 然後我們的這個畫面品質是1080的 然後直播同步錄進去 還可以外接麥克風 這裡有一個監禁孔 可以外接麥克風 6.8寸螢幕導播機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將你的ENG設備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把這個訊號送到那個 你的這裡還可以監聽還可以錄影 監聽還可以收音 全球通的系統就是 你只要把HDMI的訊號 透過盒子送進你的手機之後 就可以SRT、RTMP、RTSP 用四組WIFI 應該是五組 裡頭可以裝兩張5G SIM卡 加一個WIFI 就三個了嗎 三個了之後呢 再加一個RJ45 就四個了 再加一個藍牙五個 那五個裡頭有四個會啟動 其中有兩個會Switch 好的跑不好的跳 它會自己跳 以上就是這個 6.8寸螢幕導播機 在這個作業的情況下 的一個作業方式 三個頻寬的一個直播